我发扬神属性的《查经法》和《讲道法》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想人在任何经文都看到神多好 这个就是目的 想人时时在圣经里面 和生活的应用方面发掘神有多好 他的属性有多好 他的恩典有多好 他的律法有多好 让人想到神就很喜欢神 很感激神 很欢喜神 而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方式 我现在是简化了 讲到神的属性 讲到神的本性 然后讲到他的恩典 以前我会讲到他的恩典有几样 他的心态 他的恩典 他的计划 由行动 如何行出来 这就是帮我们想的 但是将他拆开 基本上就是神多好 然后他怎样帮人 让人整天想到神都喜欢 这是我的目的 深信神多好 又一想到神就多喜欢 还有很有信心 相信行神的路就好了 是没有担心 没有忧虑的 于是整个人就松开 又没有重担 有信心向前走 走得越走越好 目的是 建立一班天人 熟天的人 是有天上的信心 我知道我天父很厉害 他所有东西都很美丽 他所有东西都很美丽 于是 我们就会 所有人都跟他说 这就是我的目的 想人人都会 哇 神原来这么好 于是我就很想 很想去 和人分享 和那种生命流露出来 以至 不让任何东西影响 好 我们用这个 法阳神属性的 茶经法 或者讲道法 目的 是想 我们自己 和人 都看到 神那种 本性 他的属性 多好 就很喜欢神 给神的爱融化 以至 我们欢喜亲近神 很欢喜行神的路 很欢喜荣耀神 很欢喜 告诉人神多好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这个温柔 我们首先可以用不同的经文 讲出神的温柔 譬如说 耶稣和这个十二年 血流的妇人说 那个血流妇人 其实是犯了罪 犯了律法 因为她是不潔淨 但是她就去摸耶稣 摸耶稣同时 周围个人都摸了 所以令到个个都不潔淨 在他们来说 是不可思义的 因为他们个个都要行洁淨 但是耶稣和他说的 也不是骂她 耶稣很温和地跟她说 女儿放心 我想这个女儿 就先形容了 就好像那些纳融化 哇 为什么叫我做女儿呢 整个融化了 不仅仅一人 她回到家 耶稣曾经叫我做女儿 可能她跟很多人说 耶稣叫我做女儿 说了很多次 因为她真的 为什么耶稣 会这么温柔对我们呢 这是一个人的例子 其实有不同的例子 好像耶稣门外叩门 在事徒三章二十节 耶稣不是霸门 耶稣不是强硬进入 耶稣不是骂你 不是说你做什么事 你不让我进来 耶稣会敲门 如果有个人要帮你某件事 譬如你请求他帮你一件事 他来到门口 他不是敲门 而是霸门 他说快点 我来了 我帮你了 耶稣其实是帮我们 但他永远都是用一个温柔的方式 给你一个选择 你可以接受他 你可以拒绝他 当然神很想我们接受他 他就是敲门 用敲门不是强硬的方式 看得到他温柔 我们跟耶路撒冷都是 耶路撒阿耶路撒阿 他为耶路撒冷哀哭 哀哭就是在哭 耶路撒阿耶路撒冷 我好像没有鸡 招着小鸡那样 但你们不肯 耶稣是绝对可以 他用这个比喻是有意思的 他可以用这个方法说 耶路撒冷耶稣 你快要落地獄 我已经有很多的世代 叫你回来 你都不听话 你要沉论 但耶稣不是 他用一个亲切的说话 没有鸡招聚小鸡 来招聚你 所以他其实是很温柔的 即是一个很温柔的姿态 甚至他教导也是温柔 例如那些人问他 立税给该杀 应不应该 他就说你拿个银来 上面那是谁 该杀 该杀的物当归级神 归级归级 神的物当归级神 他是用一个很温和的方法去教导 他不是用一个强势 他不是去骂他们 因为耶稣的姿态在世上的时候 他是非常温和去引导人 去回到他那里 他到天上 那些亲近他的人都是温和的 但是到天上的时候 那些不信的 就看到他的律法 他的圣洁光明那一面 但是我们看到他 他依然好像圣经所说 这个西方下书3章17节 他因我们欢恩喜乐 麦而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都是很温和的 他是因我们欢恩喜乐 很开心 又默默地爱 默默地爱 很温柔 为什么呢 他不是马上宣揚 我爱你我爱你 他是默默地爱我们 很默然 即是没有人回应 他都依然在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开心到是欢呼出来 一种很看重我们 很关心我们 我们看到耶稣很多地方 虽然耶稣同时有他的强硬指责 当他用律法 即是神有他的慈爱 和有他的律法的一面 但是对那些子民 他是温柔的 就算彼得要否认他三次的时候 耶稣都是很温柔的方法 耶稣都是说 我因为你祈求 叫你不止于失略信心 你回头之后 你就坚固你的弟兄 都是很温和的方法 就不是去强硬的指责他 那我们知道耶稣这么温柔 那怎么应用呢 就是 首先我每一次祈祷 我都知道神很欢喜 神很感动着我 他感动着我 敲着我门 让我打开心门 而当我去到他那里的时候 他会打开门 他会用一个很温柔的姿态 来到我面前 而第一 我们亲近神可以这样 第二 我们说给人听的时候 你看看祈祷的时候 神的灵气温和 来感动你 神不是骂你 神很温和 所以你可以放心 你可以想到 神就好像一个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和你的教师不同 当你很烦恼的时候 因为最好的朋友 他就坐在那里听你说话 他就递纸巾给你 当你哭的时候 他又在陪伴你 当你忧伤的时候 但如果教师就说 你快点起床 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起床 你走在那里哭这么久做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久都搞不好 人就倾向会变成教师 但神就很温柔地陪伴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未信的 就可以很放心来到神面前 你一定会经历到神的温和对待 温和的安慰 温和的医治 而信了的人 也都在我们亲近神 每一次经历的 都是神的温和 而我们慢慢又变成温和的人 因为 就觉得神会搞定一切 所以我都不用这么心急 不用这么猛争 因为神会掌管一切 我都可以好似耶稣 学耶稣的样式 所以由耶稣的温和去形容 到变成我们自己的温和 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 这个就是 听着看来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耶稣很好 但有时未能够用不同的字眼 形容出神的微善 今天我们就学了一个字眼 就是温和 它多么温柔 那你学到这个东西 你走到回家的时候 耶稣多谢你 你这么温和 服侍我 真是好 那你就可以享受神的温和 那你就跟神的关系 可以进入另一种的境界 所以你就没有压力了 亲近神 很享受 很温和 是你自己都变得温和 又好像躲在耶稣那里 好像那个十二年血流的妇人 可能她都很想躲在耶稣那里 就是很想 所以若翰都是不执书的 她躲在耶稣的身上 那我们真是说 真是好 其实那个妇人在耶稣的脚那里 哭的那个呢 其实她都觉得耶稣好得不得了 所以她也是 就是被耶稣的爱所软化了 她在耶稣的脚那里哭 那当我们越认识神会一样的圣情 你就越觉得她 就是什么都这么好的 你就越喜欢她 这个就是法阳神属性的 《查经法》和《讲道法》的目的 就是想人人都很欢喜神 有没有分别 很欢喜神 以后去回应神 还有知道神好 你都回应神 有没有分别 很欢喜神 人的分别第一就是 享受 会喜悦 会很欣赏神 很想告诉别人神多好 但事实上很多人 他会一直说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其实都可以是强势 也有时候变了强势 而不是好像耶稣那样温和地 将神的真理说出来 所以我们越听 越觉得越奇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肉欣赛 就在气录中 你们把佣